同胞在跟前後左右 問安說真高興看到臉 連接跟他講說 父親節快樂 下一張 下一張 上一張 上一張 同姊妹我們 今天要來講父親神聖的使命跟角色 今天要來講父親神聖的使命跟角色 上一張 再上一張 這張 這張是空的 這張是空的 對 謝謝 我們謝謝國政跟我們講 我們上面的風風外人 他們很警覺 怎麼這一張是空的 所以這一張一定不是 這一張是 各位姐妹 有人說 這個世代 是一個父親缺席的時代 甚至有人說得更重一點的話說 這是一個無父的時代 因為許多的父親 因為意外 因為各樣的試探 因為生病 他們離開了這個鄉 所以許多的父親 沒有辦法陪伴他們的孩子一起長大 也有的父親雖然在家 但是他們就好像這一張破破一樣 他們好像不在 因為他們的心不在 有的父親回到家裡面很忙 沒有時間跟兒女講話 有的父親 有的父親 回到家 忙著看電視 忙著上網 對孩子而言 這個父親 就好像這一張破破一樣 沒有印象 是空白的 下一張 下一張 但是 弟兄姐妹 我們在主裡面的人 睡不睡覺 我們在主裡面的人 我們每一位父親 都是有功用的 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來分享的是說 一個父親 在神的眼中 神賦予他一個神聖的使命 跟角色 第一個角色就是 父親是家庭屬靈的領袖 好不好 我們再來讀一下以佛所書 第五章二十三節 好 我們先讀中文 我們一起來讀清 因為上父是妻子的頭 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 二又是教會全體的舊主 英文 其他女兒 天酒 財宗 也太太太 財宗 妹妹 嫁妹 合羽跟父親是家庭的什麽 頭 老婆 父親 是主持人的主持人 各位 什麽叫頭呢 頭就是領袖的意思 頭就是要來做帶領的工作 所以一个父亲是家庭属灵的领袖 父亲有一个责任他要来带领儿女来爱主耶稣 父亲他要花时间 你可以每一天或每周固定一段时间 让孩子带着太太妻子孩子一起来进外省 我爸你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 这边是弟兄你跟他讲说 你是头你是领袖 各位要做头要做领袖容易不容易 因为你有你的责任 你的责任就是要带领你的家庭来经历主 所以有的时候你每一个像我们的家庭 礼拜六晚上我们就会把儿女聚在一起 我们就会带他们我们先唱一首敬拜的诗歌 然后我们读一段经文 然后我们就彼此分享这一段经文的感受 然后我们再问说有没有什么需要带领的事情 最后我们就轮流我们为右手边的祷告或为左手边的祷告 然后结束了以后我们就说耶稣爱你为爱你 这样大概要花多少时间 15分钟 有时候10分钟就结束了 够不够 够了 我们家里面就经历神 感谢神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 他就照着这样子做 他就带领他的家庭来经历神 谢谢耶稣 下一站 上两个礼拜前我们教会在谈到说 我们要来我们的帝佩要离开 我们会管缺大概九千三百块的费用 我们要来挖下水道 我们要改建教会 我们教会需要神的供应 我们的弟兄Louis 他听到 他就跟他的太太一起商量 没有商量 然后他们彼此之间有一个相同的数字出来 他们就勇敢地摆死 就把那一张纸条摆上去 结果他们家经历到一个很大的恩典 我现在我们拍手欢迎Louis来做这些事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在上面偷照片 I didn't know that Pastor Luke got my pictures 因為我比較厲害 because I didn't give you the pictures You want some idea? I'm Dorman's sister OK 很高興今天能夠再帶這幾位 主義書座正先生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to tell our guests about one experience 這事情發生在 在祝福時講的在優越2號 在祝福的時候 兩拜以前 我本身的經歷到在 24小時裡面 神就祝福了我 為什麼要14小時? 因為在禮拜一的時候 我在上班的時候 然後突然就是 把伯伯老闆叫我 到他的辦公室 然後就把門關上 然後就叫我坐上 一張椅子 如果你是員工的話 你會問他 你是被開除了嗎? 為什麼我會這樣想 因為我是公司的 Sales Manager 然後6月1號 所以我們在看我5月1號 來5月份的整個Sales的成績 不好看 全年5月前不好看 所以老闆突然就問了 誒 你們是要回台灣嗎? 所以老闆是要回台灣嗎? 所以老闆是要回台灣 你知道你們在想什麼 你會想說我回去 你又不用回去 如果你們都知道 我老闆會告訴我 然後我另外一個想法 然後我另外一個想法 就是說 該不會就是叫我不要回台灣 因為我說我們要跟老闆 湊開 如果說他要回去的話 就叫我先不要回去 所以我馬上就說 我機卡去台灣 所以我老闆娘她就說 不是 是說 我想要幫你跟你太太 出這個機稿錢 然後她就說 我已經幫你看長龍的 好玩經濟場 我心想說 我們已經很久沒有做長龍 因為我現在回台灣 不知道哪個台人 所以我是做的 但我想說 我已經開票了怎麼辦 照片講我開票了 不是 也不行 因為我已經真的開票了 可是後來她就說 好啦 那沒關係 我就可以回覆 她說她都已經不檢查了 就說那時候人家的機票錢多少 她就回覆了 所以她就知道 她就知道 就是 好 在之前老闆娘說 要付機票給我的時候 她幫我出機票的時候 我有一個反應 我說為什麼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我說為什麼 所以她就答應給我那個 或者沙偉跟她講說 不需要給我那個DELUX 我已經付了多少錢 你給我這個錢就好 所以 所以 在這個之後 我想說 要結束了嗎 還沒有 老闆娘就說 我不是什麼 我不會寫什麼 paper 什麼 什麼 他推了一個那種 小紙條 黃色的小紙條 他就說 這是你的薪水 然後搶在你家旗 我這一次沒有問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問太多老闆說 他不要就算了 我那時候還沒有想到 我嫌棄的發生 但叫我會知道 這是刺激 就跟老闆他們協調 然後就說 你很重要什麼什麼 所以我才這樣對你 所以我回到我辦公室 以後 我就把他哥哥在那裡 在訊息 就說 老闆娘幫我們收集卡錢 然後幫我們加薪 對 他寫回來的一次寫 What 我反應是一模一樣 然後我突然就想到 沒有 我們那時候就說 OK 那你計算機打開就開始在算 給這個加薪是多少 他說你不是給我加嗎 所以我給他一次加一加 結果你加完 那個運氣票加起來 結果你加完 那個運氣票加起來 因為那是在禮拜天的早上發生 因為那是在禮拜天的早上發生 如果是講完到的時候 這是禮拜天的11點55 沒有 這是數片講 反正就是24小時之內發生 神很奇妙 神很奇妙 因為每次當我 不覺得我應該得到的時候 神就這樣子多多地加給我 為什麼 因為只要你 有什麼原因 是因為你 就像我是講的 這是神 整個聖經裡面神 唯一一定可以去試 可以去試 是我們的神 不相信的話 只有準備你可以試看看 如果沒有成績的話 不要罵我 在這個事情之前 我已經經歷過一次 牧師在講道上 曾經有講過 可是我一直沒有上來做見證 其實我們在小家聚會的時候 每次只要有一個 講道見證 你說牧師平常為大家 可以站上來做見證 所以我們都把這個當成一個玩笑 就是說 不要上來 就是上來就會緊張 然後他幹嘛上來做見證 所以這件事情 就是 當我知道 當發生的時候 我上Facebook就寫說 我就把那個牧師的 哥林多後書 9章6至11集 然後都在Facebook上面 所以你寫了 所以你寫了 Corecian 9章6至9 他那裡講道說 少眾的少收 多眾的多收 個人要隨心所願 不要為難 不要勉強 因為上帝愛樂全的人 上帝能將各樣的恩惠 多多嫁給你們 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 能多做各樣的善事 如經常所寄 祂施捨 匪及負穿 他的藝行存到永遠 那賜種種子給 撒種的 賜粱子給 人吃的 必多多加給你們 重一點的重質 又增添你們 人一的補給 你們 必凡是富足 能多多施捨 使人藉著我們 而深感謝少帝的希望 who ever saw sparkling will also reap sparkling who ever saw generously will also reap generously each of you should give what you have decided in your heart to give not relentlessly or under compulsion for God loves a cheerful giver and God is able to bless you abundantly so that in all things at all times having all that you need you will upon in every good word as it is written 我那時候就把這個東西 post在我的facebook上面 我想說好,我就跟神講說 如果牧師看到他有回應的話 他可能就會來叫我們上來,就先走了 so I posted it on myfacebook so in bedding that Pastor Louis will ask me to come to a podium and talk about my experience 結果到禮拜天晚上他都沒有看到 結果三日在DVNC 好多朋友都去按讚,然後都是沒有看到 all my friends have to say good job and click like on Facebook 但是在我心裡有個感動就是說 不管他如果沒有按讚 他如果沒有來跟我們 叫我們上來做競爭 我必須要上來為神做這個競爭 所以我今天才會在這裡 no matter the pastor Louis click the like button and I still feel like I've been touched by the Father Jesus Christ so I still wanna come here and express my experience to everybody 因為如果我不出來做競爭這次我心 因為這個已經是第二次發生 and this is second time happened to him he feel guilty that if he doesn't share with everybody 因為第一次發生是去年的時候 也是去年的有一段時間成績也是很好 然後我跟我太太那時候就是 就是一個存錢想要買一次 然後結果那時候教會也是有需要 然後我太太那時候就感到說 啊這個存好的這個錢 一個當配的裡面有很多這些奉獻給我 沒有多久以後 事情跟這次很像 老闆老闆叫我到他的辦公室去 不然上門坐上門 那時候他就說 我們想要幫你住一台車 然後是我想要的車 神不神奇 你們要不要試看看 你們說跟我沒有關係 我只是試看看 感謝神今天能夠讓我們在這裡為你做見證 因為有這樣的經歷 我希望我們以後 能夠更勇敢的 能夠再過去更多 因為這個經歷 我感覺到我可以給神經歷 我要跟這場 謝謝 三一場 三一場 各位姐妹 只有一個人能夠帶領他的家庭 來經歷神的恩典 這個人不是孩子 這個人不是母親 這個人的名字叫做 這個人是父 只有父親 才能夠帶領家庭來經歷神的恩典 因為神告訴命令 說父親是這個家庭的頭 阿們 因為神說 因為神說 父親是這個家庭的神經理 各位姐妹 路易斯的經歷也可以成為你生命的經歷 現在在你的周報有個假夜 路易斯的經歷是在你的假夜 如果你還沒有寫的 你可以在今天把這一張撕下來 一半撕下來 一半你自己留著 一半撕下來 放到奉獻袋裡面去 上面寫的說 你要不自信的為教會的下水道改建奉獻 要多少 或者你願意每月更多的來奉獻 奉獻的部分 包括五十塊 一百塊 來幫補 因為我們的DK也要離開了 我們會短收九千三百塊的這個奉獻 因為DK也要離開了 因為DK也要離開了 我們會短短$9,000 我們想要看 每月可以賣付每個月 $50或$100 你可以代理你的家庭來經歷說 你可以帶你家庭來經歷說 第二點我們下一張 第二點我們講到 父親是孩子生命的導師 我們來看一下真言第二十二章第六節 我們先讀中文 我們一起來讀阿爸聽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道老他也不天 Start children off on the way they should have even when they are old they will not turn from it 兄姐妹聖經裡面告訴我們 神會與父親一個教養孩童的責任 所以父親是孩子生命的導師 下一張 各位你要做導師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要讓孩子幸福你 你要讓孩子願意跟隨你 你要讓孩子願意跟隨你 你要讓孩子願意聽你 各位你要怎麼樣讓你的孩子聽你呢 不是用命運的 而是要做榜樣 兄姐妹 毛澤東說過一句話 他說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大的 你做榜樣 孩子就跟你 不僅如此孩子還要 父親還要像燈塔一樣 要帶你孩子指引他們方向 更重要的父親要建立孩子的品格 所以有一本書裡面講到說 品格決定孩子的一生 建立品格只有父親才可以建立 所以父親就好像一個教練一樣 要來帶你孩子往前走 我們來看一下這部影片 短短的大概八分鐘左右 叫做Facing the Giant 裡面談到一段 教練怎樣來訓練他的球運 我們來看這部影片 Facing the Giant 去示範一下 看這部影片 和他分享 好